一片浩瀚大海景色美不生收 这是路易斯安纳州查尔斯岛 一个正面临气候变化 大自然反扑的小岛 岛上居民成为气候灾难的受害者 每当海上有飓风来袭时 总是首当其冲 加上气候变迁加剧 海平面上升 海岸严重受侵蚀等众多因素影响 查尔斯岛的土地面积 已经消失超过90% 这座小岛正在下沉 美丽家园随时可能被上升海平面淹没 从查尔斯岛看回台湾 尽管地理位置想去甚远 但同样面临相同威胁 长期关注环境和气候 电视台节目团队用纪录片 加入国际气候变迁议题倡议 若依照趋势 2030年海平面上升 预估将冲击包含台北 首尔东京在内 7个亚洲沿海城市 趁土地还在 台湾需要动起来 能源转型的工作 就是飞核 展绿 用绿色能源来取代核能源 减能源 来蒸汽用天然气发电 来取代减少的免发电 另外蔡总统在今年的4月22号 世界第九日更宣布 近年转型是世界区许多多国家 台湾奋斗的目标 也是台湾要努力大致的使命 我们2030年就要到达45%的减碳目标 到达1.5度的警戒值 这个对台湾的产业是需要很大的调试 所以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未来一定要有更大的努力 台湾周围的海平面上升速度 比全球平均快两倍 因为17%的台北土地可能在2030年被十年一遇的大洪水淹没 我们的家乡恐怕成为下一个马尔蒂夫 另一个消失的亚特兰提斯 2030沉没倒数 让我们别再沉没 人间卫视正名城陈一轩台北采访报道